各位國際班的學員,大家好 我們這個標題叫做法理眼光看現實台灣 為什麼要用這個標題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看一些台灣目前發生的一些時事 我們如果用過去,共和民國,他給我們的教育,背景 你可能看不清楚,他真正的內涵 我們如果用台灣民政府的國際政策法法理的論述 一些概念,來看進去做一個解釋 你就可以了解他真正的內容 你會知道到底他們是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留在學校,用一些時事 還搭配一些我們的法理,來跟大家做解釋 這個就是這陣子有看過的 F18降落在台南機場 這是新聞的意識圖 �τε翟隊 書機他們這樣噁...ы還噴...都扣到的 這個F18降落在台南 這其實有一個很沉悲%的意涵 你想說 有可能一個國家的軍事有帶武器的機器 可以親差在另外一個國家的領土裡面 有法度這樣嗎? 沒法度喔 如果是他要來就來喔 他要來就來 所以在這個議案裡面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跟大家說的 台灣現在是美國的 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軍事占領 為什麼是軍事占領 為什麼 對,就是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台灣跟美國戰爭 我們日本建書 建書之後的事情會變怎樣 建書喔 我們叫建議會怎樣 占領 沒有,就是占領 這個占領的這個 這個事情 改單為止 改革 改毒 有沒有解除軍事占領 沒有 文獻上面都沒有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怎麼知道 上一次 我們的議長有說到 美國是一個三種分裂的國家 建策 建策 是什麼人的管理 建策 是美國的什麼人的管理 主管者 就是他們的總統的管理 要建策 要建策 還是要建策 還是要停火 還是要 構合 還是要簽 或是要簽 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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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這都是什麼人的管理 三個管理裡面 屬於哪一拳 美國 行政權 對 所以在文獻裡面 美國行政權的代表 就是這個建策 美國跟日本的建策 建策 總統是一個最高統帥 美國的最高統帥是什麼人 總統 建策的管理 是屬於總統 總統 他有辦法 來管 你要 你要 你要改毒 這個軍事占領 那是要總統才有管理 你國總統 曾經 發佈說 結束在台灣的軍事占領 有沒有 從來沒有 就覺得有這點 你就能發言說 台灣人在美國的軍事占領中 來 我們這裡有個時事 你就看到說 自由時報 這今年四月初日 我們的土六月 掛海 自由時報 來跟我們拆訪 跟我們刊 這個地方新聞 大家回去搜尋一下 都看到 其實這篇報導 他這邊報導 其實寫得 還蠻公平的 還蠻公平的 沒有比較不偏頗的一份報導 這 我們在路營走 可能最近在大街小巷 比較交通繁忙的路口 你怎麼看到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都在路口 撥到柴子 這在做什麼 對 在選團 我們要選團 我們要選團 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沒有來為替買一個公共的士團 是不是比較快 沒有錯 但問題 你的子彈夠多嗎 你那裡有夠親嗎 沒有 對啊 所以 我們的用這種 比較 比較這個 類似 苦行爭的方式 就是 第二條行為 尤其補到 讓每一個台灣民眾 他眼睛看得到 他感覺得到 說 現在有一個台灣民政府 他就開始去想說 沒有台灣民政府 到底是什麼 他就有產生他的好奇心 希望引起他 趕快上我們的官網 去看看 去了解一下 這 這兩天的新聞 發生一個 車禍 結果 去處理 處理的時候 記者也去 上去 那 欸 他這剛好 他剛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南州 嘉義軍的門口 發生一個車禍 一般人會看到 喔 這車禍 但是 我們如果是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我們會發言說 欸 他有一個報到 這名叫做 台灣民政府 那這一般民眾 透過這些新聞 他看到 欸 還有一個印象 是怎麼台灣民政府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那台灣民政府 到底是什麼 大家就開始了解了 那這一個 這一個新聞 這是 第二月 三月十三 民進黨的 婦女 婦女 部主任 他去聯絡國 要參加 那個婦女地位 委員會 的周邊會議 結果 要去參加這個 周邊會議 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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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被人家拒絕 他不能進去參加這個會議 這個新聞的標題說 拿台灣護照 請教 現在還有台灣護照 沒有啊 你現在出國的 你都拿什麼護照 日本嘛 對 大家全世界 現在還有中華民國 沒有啊 日本是怎麼切皮 為什麼是綠皮的 對 一個是流氧政府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是無國級的 他是 他是 類似 類似 政治庇護的 那種身分的人 他都三這種的 他是難民的 他自己都三這種的 都是綠皮的 就是綠皮的 啊 這張 有可能 在美國的組織裡面 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你一個人 我們記得有說過嗎 跟一個人家說 要用什麼身分 才會有好處在裡面 要國家 啊 這個人家 要用其他人 你就知道 這個不是國家 這個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好 那為什麼 我們來這裡上課 我們 我們的名稱 叫做台灣民政府 你不要去思考過吧 我去思考過吧 我去思考說 為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為什麼叫白雷名稱 啊 來 看 我們剛才有說到 日本跟美國 是不是在日出 世界大戰 發行政經 對不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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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就是 美國 所以 政府國 他把我們軍事佔領 他把我們軍事佔領 他的心在我們這個時候 會成立 軍事政府 喔 他 他把你檢查下去 他就是 軍事政府 他把你檢查下去 他把你軍事政府 他把你軍事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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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怎麼辦 他不行 他不能自己跳下去做 啊 他要 協助我們當地的人 XXX進入你自己的 民事政府 所以這位喔 被占領地的 民事事務 要由被占領的人民 自己組成 民事政府 叫做 гов 喔 啊 我們用這個 運用 運用 entitled 美国 speak 美國人ucks 戰爭的 其他國家 的那個雷來看 所積 美國跟伊拉克戰爭 海山政權是不是看台 對不對 美國下去之後 它就是軍事政府 就是在美國就生立 生日之後 還是叫伊拉克的人民 要做伊拉克民政府 每日戰爭呢 在我們台灣呢 有 政情沒有嘛 對不對 為什麼就代表美國來把我們軍事占領 他有把我們生在我們的 台灣人自己組成的民事政府 沒有啊 他那時候用那個什麼 行政長官公署 但是那裡的人都什麼人 都中國人 都中國人 伊拉克民政府 那每日戰爭呢 那當然是台灣民政府 這個概念是這樣 對啊 那算下去 我們就要來自己問看 我們為什麼 我們要來這裡上課 你來這裡上課 你本身有什麼特質 你到外面那裡 一般的大民眾 你有沒有用什麼 比較獨特的地方 有啊 你真的很獨特啊 你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因為你 你有那種 你有那種 你有那種特質 你有那種sense 所以你這麼好 就來台灣民政府來上課 因為 因為你是這種人 台灣民政府的這個法理論述 其實對普遍的台灣人來說 其實是新關聯 還是旧關聯 新關聯喔 但是台灣民政府所說的這個法理論述 用的資料是 新資料 還是舊資料 是舊資料啊 都是歷史啊 都是國際法啊 國政法在18世紀的時候 就開始在衰用啊 就開始在衰用啊 啊 這些新關聯 就好像 一個 企業 他要 推銷 他的新的產品 那個概念有點類似啊 你不要說你的新的東西 推銷給其他的消費者來很受 這個概念有點類似啊 啊 為什麼有一些產品 會很快的 會很快的變成很風行的 你要像蘋果電腦 Apple iPhone手機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不可以變成貴 你會想過嗎 他為什麼不可以變成貴 他充其量不就是手機嗎 啊 不就是上網嗎 不就是打電話嗎 欸 啊為什麼他賣的都比人家貴 功能機會完全一樣嘛 啊 啊 那個差別就差別就是說 蘋果 他有一群 始終的 始終的 忠誠的 這個 這個 這些人 這些人 他其實 腦袋裡面 是比較有創新概念的 那種人的創新概念 剛好 蘋果電腦 他出手機了 要來挑戰這個 手機市場 或說挑戰這個電腦市場 那種創新的概念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剛好 剛好 他這種 比較有創新的人 跟蘋果出來的 這個創新理念 多好match 剛好蘋果的產品 彰顯了 他自己的那種創新的概念 一樣啊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法理分數 要讓普遍的台灣人 更理解 我們不是要去公國 來公國這些多數 你也可以公國 但是 你要花多少錢 對不對 你要花多少錢 你才能夠 影響這些人 來加入台灣民政府 很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人的 特質不太一樣 我們是從這裡來講 這個創新擴散理論 他從這個社會裡面 混成這幾個成分的人 一種的創新者 這個人 這樣所有的人口數 差不多2.5%的人 非常少數 另外一種 早期採用者 叫做13.3%的人口 這個人 因為不一樣的退職 這就是創新者 一 也不斷去挑戰現況 他又不買現況 這個早期採用者 一 他也覺得這個現況不完美 但是呢 他願意去嘗試新的 這兩種 這兩種的人 都有一個特質 他就是為什麼 我為了要追求一個 比較崇高的目標 比較崇高的理想 他可以忍受 比較不便利 可以忍受比較不便利 所以你會發現說 欸 為什麼蘋果電腦 如果有出很新的 手機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一個人 拔下三個 開始去排隊 你有沒有看過嗎 我看過這個新聞嗎 有啊 有時候我們會想說 嗯 那 明天再過 超一個禮拜之後 各大的那個賣場 都可以買得到iPhone手機 為什麼那些人 要去在那參風路樹 搭帳篷 在那拔下三個 在那排隊 要買 為了就是要買那支 iPhone手機 這 這不是他盲從喔 這是他在體現他自己的這種 創新概念 所以他願意忍受那種不便 他願意忍受那一種 稍微一點點的折磨 所以他願意 這個人 當這個人 如果全部都得過之後 這邊的人 這邊的人 他會看伴世 這個 他就比較務實一點 他也比較務實一點 他如果看 他也可以接受新的概念 他如果看到這個人 都在使用 他就會跳下去用 後面的這個好奇多數 他就比較現實 比較現實面 他在手機 他可能去比高 比高這個功能 好壞 價格差異 他可能去比高這個 但是 他會說 喔喔喔 這倍的人都在用啊 他就會逮出來用 他就會逮出來用 他就逮出來用 他就逮出來用 啊 後面這種叫做 落後者 落後者 這種是用特質啊 他本身其實沒有什麼創新概念 他本身其實沒有什麼創新概念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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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人喔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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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說他都不相信 當有一天我們台灣民進府的旗子 從台灣民國的旗子跟他換上去的時候 當我們剛才起來 他才會說 他就只有這樣而已 他就只有接受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在宣傳 我們在宣傳的時候 我們要宣傳這種人嗎 不用 這就讓他去就好了 我們要把精力 花在這些百分之六十八的人身上嗎 也不是 我們要來找這些人 我們要來找這些人 各位你們 你們就是一種的 你們就是創新者 也就是必須真的告訴大家 我們就是革命先行者 所以你們裡面有一種熱忱 你們在心裡面有一種理想 所以你才會來 你在這裡有方便嗎 不太方便嘛 交通不太方便嘛 你在這裡睡得好嗎 不像有心急換電那麼好啊 你在這裡有吃得好嗎 也沒有 但是你怎麼 你甘願來啊 沒有錯吧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會不會回答 真的會不會啊 真的會不會啊 為自己拍手一下好不好 所以大家不要看清自己 因為你內心有一種理想 所以你哪一來 這個創新者呢 通常都是在社會裡面 做生命官階級的 都是做領導者 都是做leader 我們來想看看 比如你有跟我們說嗎 我們在訓練多少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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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那個竹林去灌就好了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leader 我們要做領導人 領導人有一種特質 Have the courage to go first 領導人通常是這樣子 比較多勇氣 敢先走 所以必須要跟你們說 我們是什麼 革命 先行者 先走 但是go first 要怎麼樣 要有十足的勇氣 因為別人看不出來那時候 你有看出來了嗎 有了你已經看出來了 你用去想比一般外面的台灣裡面 國家有 有沒有錯 沒有錯啊 所以我們有這種勇氣 所以第一個 我們當leader的要件有沒有成立了 有啊已經成立了 第二個 做leader的人他還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特質 open the path for others to follow 做leader的人 不然說我們先走 我們看要怎樣 整路 給別人來抵 對不對 沒有錯吧 你要想比書長就好了 比書長那時候自己看過這些資料 自己去研究 研究這些國際法律 研究這些建政法 發現了台灣真實的蜜蜂 對 比書長他有勇氣 他先走 第一次去美國 在那個住院沒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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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去過了嘛 所以他去開辦 成立我們台灣民政府之後 這個組織慢慢建立之後 這個科學開始在上 專事也開始在上 這個在做什麼 這就是在做什麼 開路讓別人來抵 所以我們 要有這樣子的 期許自己 我們要有勇氣先走 而且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開路讓別人 對我們這條路繼續走 這就是 Leader的特質 Leader一個是一種特質 Leader要make tough decision 我們各位人工 去接管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一個 地方的領導人 那 你做主管總是要做一些 決定對不對 這種決定 有人是你要權衡 所以這種權衡的工作 這種權衡的決定 敢好做 不敢好做 對不對 但是 這是Leader 他的資金 也是Leader 他的義務 所以我們Leader的人 通常要做 TOP decision 但是 這Leader的人 往往 他沒有辦法說 喔 當所有的資訊 全部把你收起來了 百分一百 我確定之後 我才才說 要這樣做 敢做這樣做 沒辦法 你如果比喻 你如果說比喻 你建進 建進 建進 是不是 我們有一個 發號司令 那個總軍 對不對 啊 總軍 如果要說 要攻打這個地方 他一定要把所有的資訊 全部都分析好了 一百八的資訊 全部都收起來了 他才好 就決定說 好 開始攻打這個山頭 這樣才不會有 不會有了 你已經 人的情緣把你放過來 你已經陣亡了 所以做Leader的人 通常要做 比較困難的決定 但是 他要在 資訊不太充足的情況之下 他就要做決定 通常這個做決定呢 他只要有百分之四十的資訊 他就會相信他的直覺 這樣做就是對了 這樣做就是對了 那 現在我們的Leader 還要鼓勵別人 鼓勵別人 我相信在這裏有很多人 你 你來台灣民進府之前 你有聽你身邊的人跟你說過嗎 有嗎 你去手一下 有啦 對啊 那些人是不是鼓舞了你 對不對 同樣的 你回去之後 你也要鼓舞其他的人 來參加 來參加台灣民政府 好 這個Leader 他剛剛四十八的資訊 他就要做 Top Decision 這個人呢 他通常是比較相信他的直覺 好 我告訴你 我們在這裏各位 新台灣人看之後 你有看四分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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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四分之的 台灣民政府嗎 那個新台灣人嗎 那是沒有看四分之的 你來的呢 對不對 你做了一個決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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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來加入台灣民政府 加入台灣民政府受訓啊 那你有沒有這個Leader的特質 有嘛 有嘛 你沒有把所有的 台灣民政府所講的這個法理論述的國際法啦 日內外公約啦 政政法啦 你全部都看完了啊 你都沒有啊 但是 你已經有接受一些訊息啊 你就下定決定了 所以 你來這邊 大部分的決定是什麼 你相信你的直覺 你相信你的直覺 所以你管一來 來 啊 這 最近 三月十日 我們必須政府前 去美國的華盛頓 這個記者會俱樂部 做一個 我們的第二次控告美國 這個記者招待會 這個必須政府前 代表我們大民進委所有的情緣 做一個 簡報 做一個聲明 啊 聲明之後 有這個 我們的律師 叫做Charles Kemp 他 接下去 接受一些記者的提問 還有一些解釋 啊 啊 這個 這個工作要做什麼 為什麼我們去各... 第二次去跟各媒國 為什麼我們有台民政府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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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關係 我們要想一下 因為我們要改變 對不對 我們要改變 現在 中華民國在我們這裡 把我們宰治的這個體制嘛 沒有錯嘛 對不對 我們要改變啊 但是在外面 很多 尤其是贏 現在的論述都怎麼說 這台灣的問題是複雜 讓他一台才來改割 沒聽過嗎 沒聽過嗎 沒聽過嘛 新聞又報很大 但是你要想看看 怎麼 讓他一台才來改割 請問台灣的國際地位 怎麼改變 怎麼改變 現在這個總裁怎麼改變 不會改變嘛 你要想看看 七十年啊 都沒有改變 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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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嘛 一般人的 生活都是說 那太誇張了 那給後一台 猴人 改變就好了 但是這種改變 這樣有可能的 會成功 不可能 所以 所以 我們引用 美國總統的 幫忙 他在競選 他在競選中總統的時候 他這樣說 Change will not come if we wait for some other person or some other time 改變啊 你如果要用別人啊 還是說 用說 兩天才再來啦 這個改變 怎麼會發生 不會 不會發生 如果要用一個老人 從台灣所有問題 全部改變了 你想到有可能 以前有可能 大家說 用一個老人 叫做 陳水扁 當初 台灣民國留防政府 想說 這樣 台灣人的出頭天啊 有 結果咧 有 也是沒有啊 你現在在上面 這些最關鍵的人 你 我們的一般家庭 都是覺得 這都老人 對不對 但是這樣有人 有改變台灣的 真實的 這個國際地位 改變台灣的 沒有 也是沒有啊 所以 要改變 要怎麼 We are the one We've been waiting for 我們啊 我們啊 我們就是要把人 在橫望的那個人 要橫望改變那個人 就是我們 我們自己 We are the change We seek 我們 就是我們要找尋 改變的 那一個人啊 所以 所以 所以要改變台灣的 國際地位 給台灣的 國際地位 進行什麼 這要為什麼人的 心想開始做去 為自己 為自己 所以我們要來接受 台灣民政府 這些 法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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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些要去讀 要去看 要去看這些資料 看 國際法 政政法 還有一些 日內外公約 都要去看 所以 所以我們來這裡 目的 當然很多人 來這裡目的 撐斥不齊 但是 最核心的 目的 應該是要一個 給台灣的 國際地位 可以 正常化 所以這給大家 互相提醒一下 啊 再來 我們要了解台灣的 國際地位 要給台灣的 國際地位 正常化 我們這幾個人 這幾個董事者 的關係 我們要把它釐清 我們要清楚 我們要認識他們 我們只好來 知道問題 發生在那些地方 我們只好來 知道問題 要怎麼來解決 喔 在這裡 問大家這個問題 如果 沒有發生日出 世界大前 如果 沒有發生日出 世界大前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外面 差的機 還是就一機 這機 這機 不會否認嘛 對不對 沒有問題嘛 好 但是因為 發生日出世界大前 之後 日本 去給美國 打敗 打敗之後 美國的國土 去給分配占領 所以這個 三星公 共和民國 走來台灣 對不對 啊 七十年後 六十幾年後 才發生說 在出現 台灣民政府 在出現台灣民政府 啊 美國就是打敗 日本的人 對不對 所以他對他佔領 但是 美國有沒有 親自對台灣佔領呢 他沒有親自佔領 他委託一個誰來 蔣介石嘛 他委託一個蔣介石 來這裡 占領台灣 所以 在這個 西野黨主下 裡面 我們可以認識到說 台灣民國 就是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他 他的新聞 有一個新聞 叫做什麼 流亡政府 另外一個新聞 台灣自衛黨局 那是 買了才改 剛才有說到 他有 遭到就是流亡 他有來把我們軍事佔領 他有親自來嗎 沒有 他才是來 他要代理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所以你認識中華民國的時候 你要先確定一下 他為什麼 中華民國為什麼來台灣 1949年他流亡 1945年的10月25號 10月25號 那天什麼日子 現在還叫台灣官府嗎 那天叫做 那天叫做 軍事佔領日的開始 那天是不是 台北工會堂裡面 簽那個投降書 台灣這邊的 日本軍 跟蔣介石爬來的代表 抢一個投降書 那天就是 在法律上 國際法律民 那天就是 政協的軍事佔領 已經是軍事佔領了 所以 台灣民國 你要先認識他的新聞 又說一遍 他在台灣他的新聞 第二新聞是什麼 雷王政府 雷王政府 是比較後面 是1949年 第二新聞是什麼 帶領美國 軍事佔領台灣 第二個新聞是什麼 你們剛才有說 他在香港啊 遭老啊 1949年 他遭老 他是什麼政府 什麼人的流亡政府 中國人的流亡政府 他不是台灣人的政府 所以你要先認識他 你才能夠往後 往後再面對別人跟你挑戰的時候 你才有說的清楚 第三的新聞是什麼 他現在是台灣的什麼 治理當局 這是根據1979年的1月1號 他到美國等到後 台灣關係法的生效 他被美國 承認為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治理當局 所以他連國家的身份都沒有了 連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的身份 都沒有 所以 你會認識他的時候 他雖然有點複雜 但是 你只要清楚 他 在歷史上 台灣的那個時間點 跟時間點 跟時間點以後 這是他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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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每次 他每次出來在講的時候 你可能要給他思考一下 他現在的衣服 對一張名片 出來在講話 他拿哪一張名片出來講話 這個很重要 你才能夠 你才能夠看清楚 面貌 好 所以 剛才 頂一頂 我們議長也跟大家講過 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說 是醫生 我們要來診斷 台灣的一些病症 但是 我們知道 醫生 他是不是都有 醫學的背景 跟醫學的訓練 對不對 所以他做診斷的時候 他的腦子裡面 他是有豐富的 醫學知識 跟醫學的專業 對不對 我們要來診斷 台灣的這些政治現象 還是說台灣的國際地位 解釋的時候 我們如果從前醫生 請問一下 我們需要什麼背景 我們要什麼背景 我們要什麼背景 我們台下的背景 我們要正確診斷出 台灣的問題所在 法律 法律 沒有錯 就是法律 所以我就跟你講 法律 雖然是一個不成文的法律 它是國際上的一些慣例法 它這個慣例法 散佈在很多的文獻裡面 包括了一些公約 還有這個國際法 還有這個建情法 這些東西 大概都沒有像 全國的成文法 跌條 大概都不像這樣子 但是這些資料 現在因為網路的管理 很容易就取得 比如說 你想要了解日內瓦公約 關於被佔領地 被日佔領地 它裡面 它有什麼規定 它會打日內瓦公約 它看 還佔領 你就找到了 你都看得到了 所以我們要診斷台灣的這些問題 我們就要打到裡面 要對一些法理的概念 就是要有法理的這些背景 好吧 待會兒我們要輕鬆一下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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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的 社交媒體裡面 有一個很有名的 叫 推特 有一個推特 推特 有一個 美國人 他問他的朋友說 大家幫我看看 我這件衣服是怎麼寫的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你如果在推特裡面 你把它打這個 hashtag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Twitter裡面 你把它打這個 Twitter裡面的這些東西 這就是他抛上來的那個照片 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 你們幫我看看 這件衣服是怎麼寫的 因為他很多 他的朋友都給他回覆說 這件衣服就是 blue and black blue 是藍底 black就是黑條文 blue and black 但是他有些朋友 他回覆他推文 他說 沒有啊 這件衣服叫做white and gold 白色的底 金黃色的條文 這就是這件最有趣的現象 為什麼白白一張照片 看的人竟然看不一樣 顏色不就是只有一種嗎 那真實的 true color就是只有一種嗎 為什麼看到的人會不一樣 為什麼 我們做一個來統計一下 看到blue and black 他手一下 有人看到white and gold 那也是有啊 也是有啊 看的white and gold 跟blue and black 那是看的white and gold 的人眼睛有問題嗎 還是看的blue and black 的人眼睛有問題嗎 不是喔 這都不是 這都不是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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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重點就是 我們人的眼睛 視網膜裡面的DNA的結構 跟我們的大腦 對於顏色的感知啊 會因為那個光線不一樣 每個人看的會不太一樣 所以說不是這張圖給你騙 那是每個人的眼睛結構不太一樣 跟這個光線感知不一樣 所以你會解讀不一樣的顏色出來 這個twitter裡面有通計 超多百分之六十的人 將近百分之六十的人 看到blue and black 但他將近百分之四十的人 他看到什麼 看到white and gold 剛剛剛才這個通計差不多耶 剛剛這個通計差不多耶 這很有趣 這就是要跟大家說的 啊 買了 買了這個人 這件衣服裝的公司 他就把這個洋裝 twitter給他報出來 他說 啊 這件衣服真正的就是 blue and black blue and black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剛才在說的 感知嘛 對不對 所以感知會讓你對於事情的判斷 會不一樣 就像說現在的台灣的 現在的現象 你如果用中華民國 把我們整個頭靠裡面 的那個教育的那些資料 你的感知台灣的現象 或是感知台灣的國際地位 你就會偏向中華民國那一套 對不對 啊 但是那一套 那一套 是正確的嗎 其實不正確喔 所以那種感覺的 會往往會判斷的事情 會判斷錯誤喔 好 啊 這個問題就三性了 啊 我們順著這個邏輯來給大家 問一下 那 What is the nationalit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台灣人的國籍到底是什麼 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 沒有錯 我們剛才有看 必須的婦人去美國的國會 記者會 紀委部 去開這裡 那要幹什麼 那就是要救美國 跟中華民國 他們違反國際法 將台灣人本來有的大日本帝國的這個國籍 把我們剝奪去了 他用什麼把我們剝奪 行政命令 對不對 1946年1月12號 那一道行政命令 把我們台灣人的國籍把我們剝奪去了 他這個行政命令 那不是有符合國際法的原理 沒有符合國際法的原理 所以他就是違法 所以必須長他有說 那個國所我們一定會怎樣 我們一定會贏 因為他就是有反國際法 好 所以 這個度 一樣再處理一下 來 這個度 這兩個其實都一樣的度 我們先看這邊 你看這個A跟這個B 有同學 有同學 同學的錢 看這個 看這個 看你的同學這個 A跟美方塊 有同學嗎 沒有同學 沒有同學 沒有同學的那些錢 有人看這個同學嗎 應該沒有吧 應該有 好 啊 回來看這個度 A跟B 現在旁邊的兩條輔助線 啊 你順這個輔助線去你看 直接看B就好 你不要看看 看B B跟旁邊這兩條輔助線 有沒有顏色一樣 有 有 來 再往上看 啊 A跟B這兩條輔助線 顏色有沒有一樣 有 對不對 有 好 那 邏輯 因為B跟這兩條線 一樣顏色 啊 A跟旁邊這兩條 顏色也一樣 所以 A等於 A等於B 所以 A跟B有同學 對不對 對嗎 不對 哈哈哈哈 啊 剛才我給你看看 A等於 A等於C B等於C 那應該A等於C等於B 對不對 邏輯就是這樣啊 這個邏輯不會錯嘛 對啊 啊 一樣就對了 啊 A等於C B等於C 所以A等於B 對不對 對嗎 邏輯是對的啊 但是 你有沒有發現 你為什麼會 你為什麼會認為說 你為什麼會認為說 A跟B 不同顏色 我們來統計一下喔 這個度 A跟B 同色去拿手 好 啊 A跟B 沒有同色去拿手 好 啊 為什麼六百重線 感覺 對不對 A跟B 顏色啊 我說顏色啊 A跟這兩個顏色一樣 B跟這兩個顏色一樣 這條顏色 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 那 A跟B就是同顏色的啊 沒錯嘛 好 哦 因為你看不一樣的人 你沒有 你沒有 你沒有把眼光 放在這裡 你還是看這樣子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A跟B B比較淺 對不對 B比較淺啊 但是如果 別人不要看 你仔細看 這兩個顏色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度沒有跟你騙 這個度 它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它重點就是說 我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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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感知顏色的時候 會因為周邊的環境 周邊的光線 不一樣的時候 你會把這個顏色 比較陰暗的地方 你的眼睛 會讓你感覺它 稍微亮一點 所以你就跟它這個顏色 會不一樣 啊 這是我們的眼睛跟我們的眼睛 對顏色的那個辨別 會因為光線不一樣 會感生不一樣的結果 那種感知 所以我這樣說的就是 你的感覺 如果是不一樣 但是透過 輔助的工具給你的時候 它已經告訴你 它是一樣的 但是你要不要相信 邏輯上你應該要相信 這個度 我們就說的重點是這個 這兩條輔助線 就是國際法 建政法 如今山和平教育 還有一些國際慣例法 這都是這兩條輔助線的功用 這兩條輔助線的功用 就是要讓你看出來說 台灣跟日本 都是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的領土 這個度 我要隱約的這個意思 啊 因為 國民國 讓人的教育 他用這個 讓你的顏色不太一樣 他給你家住在台灣的這個環境 讓你不一樣 所以 如果他是中華民國的話 他用他的教育體制 跟他的考試制度 把你烏雲造成 在我們台灣人的心想 我們看到的 會發 會感覺說 那就不一樣 是怎樣 那就不一樣 為什麼你要叫我說我們是一樣的 我這個 我這個度的重點不是在這裡 所以 你應該要相信你的感覺 還是要相信邏輯 你應該要相信邏輯 因為你要相信邏輯 你才能夠做出正確的事情 好 來 啊 這個 這個什麼 地球 地球是他的 還是平的 他 對不對 你覺得我問這個 地球好像很小虧 明明就是他的 你再問他 是他的 但是你 有要想過嗎 地球是他的正的事情 在十四世紀以前 那個人不是這樣認為 不是 不是 大概在十四世紀以前 地球上的人 不是認為說 地球是 硬 不是 他認為地球是什麼 平 他認為地球是平 所以 因為地球是平 所以 他產生出來的行為舉止 是不是作圖 或圍圖 都展現出來的 地球是平的 的那種概念 所以 不知道說 從來到這個 平 平的 就有鏡頭 對不對 來到世界鏡頭 怎麼 就摘下去了 有世界有鏡頭的話 那鏡頭的另外一邊是什麼 就沒有了 不然就摘下去了 所以 這就是那個人 人 因為地球是平 所以 才會產生出來的一個 異象圖 就是這個 它展現出來 就是這樣 但是 有一個人 沒什麼一樣 這個人 什麼人 哥倫布 哥倫布 他是不是發現 他那個人 他那樣 那個人 所有的人 都有 都認為 第九十八 第九十八 那些人 都認為 在大西洋 會充滿了很多的巨獸 這種巨獸 很大隻 大隻 那牠牠八隻 就像我們的鎖 把我們吞下去 這樣有危險嗎 很危險 而且那些人 其實是說 像地球的進度 就會發現一個很大很大的瀑布 剛才那個瀑布 很大很大瀑布 那個瀑布到那時候 我們的瀑布就要帶下去 這就是我們的瀑布 粉身碎骨 所以處理航海這件事 有危險嗎 因為你現在地球瀑布 因為瀑布後 產生說有瀑布 有大嘴巴把你的瀑布吃掉 因為你現在地球瀑布 所以你的瀑布跟四四鏡頭 四四鏡頭之後 你的瀑布就知道了 會粉身碎骨 你敢去冒險 你就不想要了 對不對 但是國瀑布呢 國瀑布因為說 地球啊 是他 沒有那麼危險 所以他就要把這種認為地球是平的 這種循環 他是不是要跟他對抗 對不對 港界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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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這個國際法例 我們要跟什麼 屬性在對抗 對啊 我們要跟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這種想法在對抗 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 國瀑布他就要說服 這些 他這些人 至少要說服跟他上 那個船的那些水手 對不對 他就說服那些水手 跟他一起上船去去冒險 所以最後國瀑布有沒有發現新大陸 有啊 但是那個美洲是不是新大陸 不是嘛 在他還沒發現以前 美洲就存在了啊 對不對 港界瀑布 我們現在在想 我們要跟什麼概念在對抗 我們要跟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這種在對抗 所以 我們要先說服那些人 對啊 先說服自己嘛 哥倫布上是先說服誰 先說服那些水手嘛 那我們假設我們台灣民政府就是一艘船 秘書長就是哥倫布 那各位就是什麼 水手嘛 各位的水手啊 對不對 那是秘書長他透過一些訊息 已經說服了各位了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水手的人有搞嗎 要不搞嘛 對不對 所以各位還要怎麼樣 還要再去說服其他的人嘛 好 來 哥倫布說 地球是憑的那一種想法 是一種Fullish Belief 是一種愚蠢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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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嘛 所以這才是各位來這邊上課的目的嘛 對不對 來 這些Fullish Belief就是都這樣 聽起來好像有道理 但是你如果用國際法跟戰爭法 還是說國際法令去檢驗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些都是怎樣 胡說八道 這是胡說八道 這是胡說八道 第一個 是真的還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嘛 對啊 來 下一個 他說說 因為台灣光臨 所以台灣的1946年的ES 要恢復ROC的國籍 你的專華民國信仰證 就是這樣拿來的啊 對不對 對啊 這個對還錯 是錯的嘛 對啊 因為他們已經恢復國籍了 所以ROC的效果就台灣實施 所以台灣就是ROC的 以前什麼都會說 你如果在跟戰爭說 你現在用什麼發言 中國民國發言 所以我們就是中國民國的 他是不是都要跟你戰 對不對 這個要戰得難道 不對嘛 因為國安台都明白啊 啊 再來 因為民主化選舉 所以台灣等於ROC 就等於主權獨立的國家 以前是不是怎麼跟你說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感覺也很爽對不對 但是 這種爽的感覺 會不會讓台灣 去參加聯絡國婦女組織的狀態 可以進入裡面去開會 可不可以 那不行啊 對不對 這種爽的感覺 可不可以讓台灣加入聯絡國 也沒有辦法啊 對不對 對啊 所以 所以這樣不對嘛 啊 因為 所以反對一中政策 你現在看電視上面的 那些一些 尤其是綠營的 他們都是極力反對一中政策 對不對 啊 因為 因為你已經認為自己是他嘛 啊他如果一中 他就併入 那個中國那裡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邊嘛 啊 你心裡面就不想要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反對一中政策 對啦 但是有沒有想過 到底什麼是一中政策 事實上只有一個中國 他的合法政府 他的合法代表中國人的政府 叫做什麼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啊 對啊 那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 他 他的新聞是什麼 我們剛才有說過 他有三種新聞啊 啊 那以中國來講的話 他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什麼 流亡政府而已啊 對啊 他就是流亡政府啊 啊 啊 因為台灣重和ROC 所以他們就擁護車輪旗 對不對 那去車輪旗就沒條條 啊 人不安救都不可以贏啊 陳雲林來的時候 那個旗王收收起來 啊 結果二年了 早已把他嚇棄去那裡 結果去給中華民國的警察 把他沒收 又把他押當 啊嚇棄的人又叫他打 有沒有 這個場景沒看過嗎 對啊 啊 他就覺得很錯亂耶 啊 因為是PIC的台語 所以ROC 只能用前一支台北的名稱 以前是不是都聽這張論述 啊 都是阿強的啦 所以我們在外面 那些在台灣裡面 都是所謂的Foolish Believe 都是一種愚蠢的概念 愚蠢的概念 來 啊 現在來看一些實事啊 那些愚蠢的Believe 展現在哪裡呢 展現在這裡 第一個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啊 是這個啊 是這個啊 對不對 不對嘛 啊 再來 甘比亞要跟台灣斷交 斷絕外交關係 請問一下 台灣有跟甘比亞建交過 沒有啊 那甘比亞知不知道他跟誰建交 他知道嘛 我們他們的總統辦公室就說嘛 我們與中華民國一直是強有力可動的夥伴啊 他跟什麼人建交甘比亞不知道 誰啊 還是我們這邊的謎 有清楚嗎 沒有清楚嘛 因為去到 中華民國的教育 小腦教育 標準答案式的考試教育 喔 把我們烏雲造成 給你感覺 嗯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他便宜才會下樓 跟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啊 喔 啊 這都不對 來 我們看一下 這什麼單位喔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在美國 這什麼單位 你對比一下這個單位喔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USA 這什麼單位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的大使館嘛 對不對 這個 一個國家派的大使館在美國嘛 對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 啊 這個呢 這跟大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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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啊 這是美國的 台北 經濟文化代表處 也就是中華民國 跟我們說的 他們 駐美 駐美辦公室啊 他那個人叫駐美代表啊 啊 為這你就看得出來啊 中華民國不是主權國家 不是 喔 啊 是不是代表台灣人 也不是 你看他上面都沒有台灣啊 他只有台北啊 那為什麼不用台中 為什麼不用高雄 為什麼不用嘉義 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喔 這是一個明清喔 不然 尼泰均衛會 APEC 尼泰均衛會員國嘛 對不對 他會員啦 啊 會員名稱看著 啊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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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啊 紐西蘭 巴布亞 辛基內亞 菲律賓 俄羅斯 新加坡 哎 強力是ちょ� 台北 啊 這裡一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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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個國家的代表 亞太經合會 裡面有台灣 裡面有ROC 中華民國有 都沒有 不一樣所在 不一樣的 組織 已經兩個不一樣的名 再來 這 WTO 你看 這是WTO 這一個活圓的名稱 沒錄像 Seperate th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澎湖金門和馬祖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所在的活圓 WTO的活圓 代表什麼所在 台澎金馬 分離 關稅領域 對不對 白英九 他們不是口口聲聲說 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那你怎麼加入WTO 他的名稱 不是ROC 為什麼要滅滅 你知道嗎 再加一個組織 又不一樣 好 再來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的名稱 在不同的場合裡面 都不一樣 他就覺得說 今天你叫做王武 明天才 你叫做張三 後來你叫做李氏 請問這個人是什麼人 你不知道是什麼人 對不對 對啊 你不知道是什麼人 這個 分離關稅領域 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已經 過去幫我解釋一下 分離關稅領域 這是因為 一個國家 他可能因為戰爭 他的國土有分離出去 還有那種鑽領 鑽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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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國還繼續鑽領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另外一個進行就是 他本來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娘頭 離開了 叛逃了 叛逃了 叛逃他原來的國家 這個地方 他自己在管理自己 那他 他可以成為WTO的會員國 因為他叫一個 分離關稅領域 這裏面是怎麼有 台灣澎湖 台灣澎湖 你們知道嗎 是不是大日本帝國 天皇 因為 建金 去人的 分離的領土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成分 另外 金門馬祖 他就是什麼 他的意思是怎麼 他是 中國 因為內戰 國共內戰 而叛逃 在叛逃 離開中國的 分離 分離的領土 這兩個領土 這兩個領土 現在誰在管 就是 流亡的蔣介石集團 這 台灣澎湖 就是 美國 叫蔣介石 他把我們 軍事占領 代理軍事占領 屬於大日本帝國 天皇的 分離的領土 所以 這個地方 現在由一個叫做 台灣 來做管理 這個治理當局裡面實施同樣的關稅制度 所以 他在成分上 把他合在一起 叫做 分離 關稅 領域 但是他裡面的 領土的分屬性質 是不一樣 但是被一個管理者一起管理 那個管理者 叫做 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現在外面說的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有沒有擁有台灣澎湖 沒有 他沒有擁有台灣澎湖 他擁有的話 就 名稱就不需要這樣子寫 明白嗎 好 另外 這個 這 久年的新聞 賴清德去訪問 這個中國 他有說 那個台灣的監督 要由台灣人 兩千三百萬的人來國庭 國台辦 照例 他就 回應一下 但是 他回應的時候 他強調 任何涉及 中國主權 和領土 完整的問題 必須包含 台灣同胞在內的 全中國人民 共同決定 請問一下 這句話 你聽到 你是 有點 憤怒 還是有點 恐慌 還是有點 有點 他也沒有在說什麼 憤怒 有恐慌 有沒有 有感覺說 他也沒有說得不對 他也說得不對 他也說得不對 你的恐慌 你的憤怒 你的憤怒 通常都會帶著有點憤怒 這有點憤怒 也不能 也不能說你錯 因為 是中華民國那一套 讓你覺得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所以你才會憤怒 你仔細個 研究他這句話 人在說沒有講錯 中國的主權跟中國的領土 的完整問題 是跟誰有關係 跟中國人有關係 跟你台灣人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 但是你覺得 憤怒的是因為 他多了這句話 台灣同胞 但是你注意看這個 句子的結構 是這樣 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 全中國人民 請問一下 台灣同胞 是指 在台灣的 中國人 還是 台灣人 那是在台灣的中國人 就是他們流亡在外的 子民 所謂的同胞 這就是中文 這就是中文 讓你有誤解的地方 因為中文是比較不嚴謹 你如果用 英語的話 那是很清楚的 英語 英語說台灣同胞 叫做什麼呢 那是 compatrials in Taiwan 那如果 他的意思是 compatrials 他的意思是 我自己的國民 自己的人民 他離開我自己的領土 到了外國的領土去 他是我同胞 所以請教一下 同胞 台灣同胞是指 中國人 還是指 台灣人 中國人 所以這句話裡面 裡面 的人 都是什麼人 都是中國人 那 中國的領土問題 跟領土的組織完成問題 都由他們中國人 來共同決定 有沒有什麼錯誤 沒有錯誤 那你要不要生氣 不需要生氣啊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看 他 這個 官方在講 也 也講的四平八文 是我們 我們不夠理解 所以我們聽起來 會覺得 嘗嘗嘗嘗 但是呢 台灣的媒體呢 一樣 沒有國際法的概念 就把那句話 引申成這樣子 台灣前途 由 中國 決定 然後 就 馬英九去表態 還有 人家 親民大花 你不說幾句話 回應一下 就要這樣說 政府一向堅持 在中華民國憲法 照顧下 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 共同決定 台灣的未來 請問一下 你講的這句話 裡面 你有看到什麼 玄機嗎 你有看到什麼 玄機嗎 我換個比喻 你可能更容易理解 假設 他是美國 把這個人頭 換成美國總統歐巴馬 歐巴馬 歐巴馬 我一向堅持在美國憲法 架構下 由 佛羅里達州的人民 共同決定 佛羅里達的未來 請問一下 你國總統 怎麼會這樣去說 他的佛羅里達 怎麼 沒有 為什麼 他本來就是他的 所以這句話意思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不是 所以馬英九 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身份 他知道 真的有這句話 他知道 他知道 他只是台灣的管理當局 他沒有擁有台灣 有管理 沒有代表擁有 這個概念要清楚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來 我開一台車 你看我上班也開這台車 你看我去買東西也開這台車 你看我來上課我也開這台車 請問一下 這台車那是我的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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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證明說那台車是我的 行銷 對不對 當這個道理 我在使用這台車 但是我沒有這台車的收入款 我使用這台車就是一種管理權 對不對 收入款跟管理權可不可以分開 可以啊 同樣 國家跟國家之間 也是有這種道理存在啊 對不對 就好像 這個 美國 他說這個 釣魚台 他說 美國 美國承認 日本對釣魚台有管轄權 但是至於 釣魚台的主權 他不表示意見 對不對 他這樣說過 美國這樣說過 那這裡面是不是就產生出來一個 那釣魚台的管轄權 就是管理權 管理權 是屬於現在的日本政府 那 所有權 那應該有別人喔 對不對 那所有權是誰的 天皇的嘛 因為那是帝制國家嘛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啊 那就是 到底就是天皇的啊 感覺得利啊 所以他從這裡面來講 既然歐巴馬 不會這樣子講他的佛羅里達 因為佛羅里達 早就是確定是美國的領土的一部分嘛 哪一個這樣講 那很顯然的 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不是啊 所以 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新聞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真實的現況 已經顯示出來了 這是 我們看得到嗎 一般的家人看得到嗎 看不到喔 好 來順利去 說這個 非國家也不獨立 聽聽聽 外面的人都在說 就是有選舉嘛 剛才那個副利息比例服啊 就是有選舉 所以我們是一個主權道理的國家 聽聽起來好像很爽 但是其實內容根本不是這樣子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 我們的人民出了外國 他的立法去擠 法國 德國 不承認台灣的國籍 網友 氣數啊 你說 我們是私根的藩屬啊 請問一下 他拿什麼護照出去 中華民國 他拿中華民國 要個旅行證件出去嘛 請賓一張嘛 請賓一張嘛 請賓一張裡面有什麼 台灣的國籍 沒有啊 那你拿中華民國 台灣政府發的護照 世界各國都知道 你是什麼人 你應該就是中國人嘛 對不對 哎呀 那 都國法國有沒有錯 沒有錯嘛 但是這個網友 他犯了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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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我們大家都會犯的一個感情上的錯誤 好像都認為說 國籍啊 好像跟血統啊 好像跟你的信仰啊 好像跟你的文化 好像跟你的語言啊 是有關聯的 對不對 網友說 他是不是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 這個混淆 要跟大家說 國籍是不是血統 是不是血統問題 國籍是不是種族的問題 是不是黃皮膚跟黑皮膚跟白皮膚 不是啊 國籍是什麼問題 國籍是什麼問題 國籍是法律的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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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台灣民國在法律上 國際上 他都已經不是一個國家了 那我們台灣人要去拿他的護照 那我們台灣人的身份 進行法律上的新聞 剛好沒有辦法顯示出來 沒有辦法顯示出來 所以網友不必氣數 他只要了解 台灣民政府的法理論述 他趕快來申請什麼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在法律上確認 他就是台灣人 那將來 他就有台灣的這個身份 台灣的 不要說國籍啊 那個到時候是不是國籍 還不一定 但是他可以在法律上先確認 他不是中國人 對不對 來 這個 美國 以前的國務卿鮑威爾 他不 對台灣這樣評論 因為那時候是2004年的 十月二十五號 你看這個時間點 他們都很 他們都 他們都很刻意喔 十月二十五號 阿迪美國在中國的北京 訪問 那記者 鳳凰衛視的記者 改訪問 問說 2004年 在執政的阿扁 他不斷的在講 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了 他不需要再另外宣布獨立了 因為他已經有二十幾個國家 來承認他是國家了 針對這樣的一個說法 記者就問 鮑威爾 問說 你的看法是怎樣 鮑威爾就說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只有一個中國 所以很顯然的 他在講 陳衰扁所講的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這個是不是中國 不是 只有一個中國 那台灣 講到台灣 台灣 is not independent 台灣不是獨立的 跟他扁的江湖不一樣 跟一些綠營的講的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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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台灣不獨立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the nation 做了一個 nation 台灣有沒有擁有 sovereignty 沒有 台灣也沒有擁有主權 欸 那就奇怪了 外面都跟我們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巴威爾說 台灣沒主權又不獨立 那很顯然的 在台灣人這些外面的綠營的頭腦裡面 所認知的跟美國這些高官 他們所認知的是不一樣的 那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國際法 這是國際法的概念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irm policy 這是我們美國的政策 一直以來的政策 也是我們堅定的政策 所以會不會改 美國對台灣的地位狀況 它有清楚嗎 有啊 非常清楚啊 你不獨立 你也沒有用過主權啊 這就是那個反問的新聞 我不會再說 那帶下去 選這個巴威爾的會來說 這裡有出現一個問題 什麼是Nation 什麼是State 我們去看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裡面有說 一群人 一群人 自然生活在一起 這些人他們 他們 A society of men 就一群人 他們是構成了一個社會 這個社會 人們 united together 大家凝聚在一起 就好像台灣嘛 大家都在家嘛 凝聚在一起 還是說一本嘛 台灣都在一起 他們為了自己的 Mutual safety and advantage 為了他們彼此 共同的 這個 安全 跟他們的利益 他們要維護的是這個 這個社會 的人 組合在一起 為了自己的 共同安全 自己的共同的利益 然後 為了維持 為了維持安全跟利益 他們一定要成立一個 public authority 要組成一個政府 這個政府 來保護這個人 來維持這個人的安全 和這個人的利益 這是辦公法裡面 國家 那個概念 來 來 摔下去 停在這裡 來 是不是那個 播放的地方 組合在一起 組合在一起 你也選擇一個政府 這個政府 他有一個權威 authority 這個權威 他來管理自己的人民 對來的管理人民 對外呢 跟北國來交往 跟北國來交往 這個組織起來 這個public authority 它是一個政治上的 它是政治上面的一個權威 那政治上的權威 就叫做 sovereignty 就是那個政府 那 who are they who are invested 它是他的 sovereign 就是有被賦予這個 sovereignty 的那個人 他就是 sovereign 就是國家的領導人 簡單說 美國人民自由自在 自然的生活在一起 為了這些美國人他們自己的利益 跟彼此自己的安全 他們組成一個政府 叫做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 它就有public authority 它就是這個權威 可以來管理美國人民 對外也可以代表美國人民 跟北的國家來往來 為了美國人的安全 跟美國人自己的利益 他們這個public authority 這個權威 這個政府 組成之後 要申請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就是 他身上就會有這個 authority 他身上有 sovereignty 所以他就是 sovereign 這是 sovereignty 這是 sovereignty 跟 sovereign 他的差別在這裡 這就要從萬國國國內去看 以前我們在 地方民國給我們的教會裡面 我們沒有這種概念 我們都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你先知道什麼是 sovereignty 什麼是 sovereign 什麼是 public authority 什麼是 political authority 大家知道 你帶回去 你要了解 一個國家 這個運動的時候 你就會更明確 你會更明確 因為我們未來 未來我們這些成員 我們都是在生命寬階層 我們是在運作政府的組織的階層裡面 所以各位對於萬國公法 一定要去了解 因為你對萬國公法 越了解 你只要知道 我們對來 我們的權利義務是什麼 我們對我和外國 我們的權利義務是什麼 我們最要清澈 我們最要清澈 什麼叫 government state 就是說 every nation that governs itself without dependence on any foreign power 一個主權國家 什麼叫主權國家 就是來自己管理自己 和沒有不依賴外國的力量 請問一下 台灣現在有依賴外國的力量 有喔 我們是皇軍屬這麼命 對不對 中國民國是不是我們自己自然 自然生活在一起 然後產生的政府 不是嘛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雖然現在 現在他給我們選舉 好像感覺起來 好像自己在管理自己 但是 是受到外國的力量的控制啊 對不對 所以台灣有沒有 台灣有沒有 有沒有 sovereignty 沒有嘛 所以包括我講的那個意思 這樣有請出來的 有概念嗎 對啊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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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還要依賴外國的力量嘛 誰的力量 美國嘛 對不對 所以 台灣有沒有獨立 沒有啊 台灣沒有independent啊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既然是 要依賴外國的力量 那台灣是不是 souvereign state 他是不是主權國家 肯定不是嘛 這個概念你了之後 你就發現 這樣 台灣敢有主價加一個哪個 絕對沒有主價嘛 絕對沒有主價啊 好 再來 It's a right are naturally that the same as those of any other state 就是 這個主權國家 他 不依賴外國的力量 他 他的管理 跟外國的今天國家 完全一樣 所以 他叫做souvereign state 他叫做主權國家 請問一下 你用這兩個標準來看台灣 這兩個標準 台灣怎麼符合 都沒有符合啊 所以 你要相信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嗎 千萬不要再相信了 你如果相信你做的事情就會糟糕 會糟糕 再來 Static sovereignty 就是 國港租款 表現在幾個幾個層面裡面 第一個 領土 第二 人民 第三 authority 就是 這個authority 對我 要叫做信心 他的表現 他的表現 在這幾個層面 你要看 台灣民國 還有擁有台灣的領土 沒有嘛 啊 台灣民國 很顯然 不是台灣的台灣人的政府嘛 對不對 喔 為這幾個來分身 清楚啊 population 現在領土 民國新聞人的人 敢是真的都 民國的人 不是啊 所以 人民 沒有清楚 也沒有清楚啊 而且 有 他把我們灌 有權威 沒有錯 但是 對外 他有沒有被承認 他沒有辦法被人家普遍承認嘛 對不對 喔 所以不管是台灣 還是不管是現在在跟我們關的地方民國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擁有國家主權 完全沒有 都沒有 這個事實 我們要接受 喔 這個事實我們要接受 喔 再來 啊 啊 常常那個選舉的時候喔 他都跟我們講啊 喔 選舉是人民主權的表現啦 喔 啊聽起來好像說 欸 人民主權 欸主權 好像有主權了耶 喔 好像有主權 好像我們人民有主權了 其實主權 我們剛才有說到 主權 主權 不是在你人民 你人民 師兄還有主權 沒有 主權 在什麼人的師兄 國家 最高領導人 喔 你不能帝制的話 就是誰 就是天王嘛 啊 英國女王耶 對不對 對嘛 啊 美國是民主國家 他就是什麼 美國總統嘛 啊 啊 什麼是人民主權 其實人民主權 就是一個 那就是一個 那就是一個關鍵 那個關鍵就是說 政府的權威啊 是由人民的同意 所產生的啦 喔 人民的同意 所產生的啦 啊 就是投票啦 選代表啦 喔 選總統啦 啊 選了組成一個政府嘛 啊 這個政府 他維持 就是人民的同意 這樣而已啊 這就叫做人民主權啊 這是一個概念而已 所以你剛才看 the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政府的權威是這樣子來的 是英文人民的同意 喔 交付一些 放棄一些自由 給這個禁錄 禁錄叫有權威換逃動 給我們灌 喔 這叫做人民主權 他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authority 按照現在 中華民國在我們這 在實施的選舉 我們台灣人 不恩親王照白去選他 那這個 持續維持他這個 把我們灌的這個authority 的正當性 請問一下 你能否改變 state sovereignty 有辦法嗎 沒有辦法 因為你自己在這裡而已 這三個問題 都沒有改改 所以 人家說 你如果繼續選 台灣就會沒有出路 就是這件事 你在這裡算而已 你一直維持他的權威 你一直去投票 你就維持他的權威的正當性 但是 土地人民和對外的信心 這個政府對外的信心 完全沒有改改了 對不對 所以 要不要再去選舉 千萬不要再去選舉 不要再去選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的選舉 好 來 這對什麼對 這哪個球隊 名稱是什麼 強烈是台北 這選美比賽 國際小姐 這什麼代表 強烈是台北的代表 是不是台灣的代表 不是喔 這世界小姐 這 這個自我介紹 標題它是這樣寫 profile video 強烈是台北 欸 那不是台灣的代表 不是阿 如果台灣就寫台灣就好了 這在什麼比賽 韓國人川亞運 2004年 這對什麼對 看他的穿插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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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什麼對 印度尼 印度尼 印度 印度 藍亞 印度 這對 マカオ 福田 China 澳門 欸 澳門 澳門跟 剛才那位 名稱不太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 土田 China 他是中國的一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樣寫嘛 這對什麼對 香港 豆田 China 那是什麼意思 香港是中國的什麼 領土一部分嘛 中國一部分嘛 對啊 所以 派一對 這對什麼對 中國是台北 中國是台北 你敢明明出台灣 你敢明明出台灣 你敢明明出來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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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說 台灣修理 中華民國 如果是這樣啦 那 不就是應該要寫 台灣 豆田 ROC嗎 對不對 阿 為什麼要只能用強烈日台北 所以這對是不是台灣對 不是啊 但是 你會覺得說 欸 裡面好像我們處女 我們處女 我們處女 我們處女就是台灣小孩 你怎麼跟我說這對不是台灣對 國際感激 學統的問題 不是喔 是法律問題啊 所以 這對有沒有台灣人的代表 沒有 那這對代表什麼人 這對什麼人的代表 流亡在台北 對 流亡在台北的中國人的代表 好 來 啊 對我 剛才在用強烈日台北 啊 在 對來的 比賽 在辦的比賽 他怎麼用台灣 你看喔 21EU RJB棒球賽 台中 哇 四啊 豆田 台北 啊 台中變成台北的 你看 這剛才那個馬卡 中國 跟那個 那個 香港 中國 那個邏輯嘛 我台中變台北的 好 啊 這就很辣了 對不對 所以這 這 強烈日台北 到底是什麼東西 強烈日台北 到底是什麼東西 強烈日台北 到底是什麼東西 中國 中國 他有一個政府 他搬離了他的 他的國土 跑到別的國家 在一個別的國家的城市裡面 落腳 然後繼續他原來的政府組織的運作 這個叫做流亡政府 那 他 他跑到一個外國的城市 叫做台北 中國有一個政府 中國有一個政府 他流亡在外 跑到別的國家的一個城市 那個城市叫做台北 所以在國際上簡稱他叫強烈日台北 這樣 因為這個名稱 你就會發現 台灣跟中華民國 是外國關係 還是 隸屬關係 外國關係啊 沒有隸屬關係啊 這樣有清楚嗎 好像有他的面子就知道了 但是 你以前 我們以前受的教育 他有把這個事實跟你說 沒有 但是全世界 都知道 只有 大家都不知道 他名稱就看得出來 對啊 因為他是流亡 所以 這就是他的命運 1950年 就是1949年 他開始流亡之後 英國到等高 1972年 日本跟他斷交 澳洲跟他斷交 美國跟他斷交 韓國跟他斷交 這是他流亡政府必然的一個命運 所以 台灣民國 在台灣的 這個 集結 他未來的邦告國 會剩幾個 啊 會不剩 沒百的 那是必然的現象 好 來 有台灣的國際第一 有進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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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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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現狀的這個舉動是錯誤的 對不對 因為認知錯誤嘛 所以才會做出不對的事情啊 啊 不對的事情就像這個 阿扁 啊 2007年 他第二任之後 拋出四要一沒有 這四要一沒有就是要把台灣變成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和藝術啦 那我就反對他這樣子來改變台海現狀 另外一個呢 那 所以阿扁那個動作是錯誤的 那現狀不能改變 那我們要問說為何不能改變 那改變一定要用對的方法嘛 那你用對的方法之前 你是不是要先確認一下 你對於這個現狀的解釋有沒有正確啊 對不對 如果你對現狀的解釋都不正確啊 都認識不清楚了 你怎麼會有做正確的改變的方式呢 好 來 這個 用公道 可以改變台灣的現狀 現在 沒辦法 因為我們還在美國軍事這麼多 我們的主權者 我們都沒有跟人家講 那你就有公投嗎 像這個 對反對的公投 美國 美國 極力反對 阿扁舉辦入聯公投 不承認的公投 這 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公投跑去俄羅斯 他本身就不合法 梅克爾說他不合法 他不合 烏克蘭憲法 也不符合國際法 他們兩個才有說好 也沒有 所以沒可能 他在說不合法 這個倒立 因為不合法的關係 所以 聯合國大會 表決 叫所有的聯合國會員國 不可以去承認 克里米亞區域的 變動 所以 所以 這個公投 他就是什麼 你要跟主權者講好 那台灣的主權者是誰 日本天華 對不對 你都沒說好 好 其他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比較 沒有時間再講了 那因為裡面有很多 資料 那我們 12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像這個 為什麼台灣 不屬於中華民國呢 你要看這個 用他自己的憲法 來看 你就知道 台灣真的不屬於中華民國 用你自己的東西就好了 你看 中華民國憲法 第四條 中華民國的領土 依照他的固有僵域 非經國民大會決議 不可以變更 咦 咦 咱知道嗎 台灣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是誰的領土 日本天華的領土 那 對中華民國來講 是不是 外國 如果他要拿到台灣的話 那是不是台灣變成一塊 從外國得來的領土 對不對 那他是不是變成多的領土 多的領土 是不是變更 多的領土 是不是變更 是啊 少的領土 是不是變更 也是啊 對啊 他既然是要變更的話 那 要經過國民大會決議啊 請問一下 你有 你有印象過 他們中華民國國民大會 曾經決議 台灣加入中華民國嗎 沒有啊 這點 但是這一點 就怕死了 對不對 所以外面的那些 一直在講 台灣這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 這種 你現在聽起來 你會覺得怎麼樣 很好笑啊 中華民國 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 採案 1936年5月5號提出 那 這邊就是他的 他固有疆域 你看一下 他的固有疆域 裡面有台灣跟澎湖 沒有啊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裡面有一個福建 有沒有福建 有啊 請問一下 金門馬祖是哪一省 屬於哪一省 福建省啊 所以金門馬祖是誰的領土 中國的領土啊 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啊 對不對 所以金門馬祖就是中國的領土 沒有錯 他跟台灣是不一樣的 啊 來 啊當然啊 這些綠營的 好像也發現了啊 發現說 哎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沒有台灣 啊 這是事實 對不對 沒錯 但是呢 他們又照號的人 反對九二共識 強調台灣不屬於中國 哎 已經確定台灣不屬於中國了 那你要強調台灣不屬於中國 為什麼要去反對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誰跟誰的共識 中國人的共識啊 啊台灣不屬於中國 那台灣人去反對九 中國人的共識 你覺得 你覺得 你的評論是怎麼樣 蛤 怪怪的嘛 對啊 怪怪的啊 我們家跟他們家不一樣 啊他們家兩個兄弟要說要共和 啊我去跟他們反對 啊這樣怎麼會通 蛤 我們隔壁他們家 我們隔壁他們家 他們兩個兄弟要 啊 稍微打 打打了之後 他們兩個說要共和 他們兩個有共識 有共識了 說他們兩個要和 要和 要和為一家 啊我 我跟他們不一樣 結果我跟他們說 我反對 我反對 你們要共和 啊這樣對 你不覺得很好笑 啊 就是這個道理啊 啊你這已經確定 台灣不屬於中國嘛 啊中國現在有一個 流亡政府跟他的 那個 合法政府 他們兩個要共和 九二共識啊 對不對 那你幹嘛去反對 沒道理啊 沒道理啊 所以這個怎樣 混亂嘛 對不對 混亂 自己一方面說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但是另一方面 自己就變成是 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然後又去反對 那個 跟中國的共識 很奇怪啊 來 欸 台灣不屬於中國 不屬於中國 這件事情 喔 不然為一八九五年開始 沒有關係 來到全 來到美日戰爭 日本逃亡 日本放棄的管轄權 那 就今天河邊條 又簽下去 那 台灣的主權地位 有沒有改變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改變 喔 我們剛才 畢士町有說嘛 租款上面 有一個叫做義務 有一個叫做管理 可以放棄嗎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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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是可以放棄的啊 那你如果看 就今天河邊條 裡面 日本政府 他放棄的是什麼 right title claim 所以 這個 今天河邊條 簽之後 他 美國 又叫日本 跟 中華民國簽個 台北海 他簽台北海 簽什麼 後 他們的代表 去簽的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 叫做 他的公操 一般 在外面簽 後 之後 是不是都回來了 又經過國會 批准嘛 對不對 他去他的立法院裡面 索兵 他就索兵說 最近我們和平條約 並未規定把這些島嶼 規返給中華民國 規返給中國 這樣 他們的官方的說法 這樣 你覺得怎麼樣 一清二楚 對不對 那他的立法院就問說 他既然沒有給我們 那 台灣澎湖現在的地位是什麼 他這樣說 事實上 這兩個地方 由我們控制 然而 微妙的國際情勢 使得他 不屬於我們 喔 這樣有清楚嗎 對 這樣又清楚了 不是因為憲法裡面 發現中華民國沒有台灣 就算是 但是戰爭之後 簽的和平條約 台灣有沒有還給中國 也沒有 但是 他說事實上 也要我們控制 這什麼意思 有管轄嘛 他有把我們灌嘛 對不對 喔 說有灌嘛 但是 是不是屬於我們 不屬於嘛 所以就剛才我在結了嘛 這台車我在開 我有管轄權嘛 對不對 但是這台車 是不是我的 這是所有權嘛 對不對 港鐵特利啊 台灣現在他們在管 但是 不是他的 還有清楚 非常清楚啊 喔 再來 他說 在這個情況下 日本沒有權利 台灣澎湖 移轉給我們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 他們在和平條約 裡面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的 對 日本政府沒有台灣的 所有權 所有權 所有權在天王那邊嘛 日本政府只是放棄 所以日本政府手段上 有沒有台灣的什麼東西 沒有了啊 他沒有台灣的什麼東西 他可不可以把台灣再給中華民國 不可以啊 他也沒有了啊 所以一直在說啊 日本也沒有權利把台灣朋友給我們嘛 就是這個意思啊 一來他沒有所有權 二來管轄權也不在他身上 他也沒有辦法再給什麼東西給他了 這就是這個概念啊 啊 台灣關係法 這 第十五條 大家要了解 美國中的台灣關係法 它有沒有包含金門馬祖 沒有 你看那十五條裡面是喔 第十五條 在 這個台灣關係法裡面 如果有提到台灣這個字眼的話 他指的是這些概念喔 第一個 Islands of Taiwan and Pescatouris 就是 台灣跟澎湖群島 他如果是指的是人呢 就是住在台灣跟澎湖群島上面的人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所以台灣關係法裡面 如果在說台灣 如果說土地 可以說台灣跟澎湖群島 如果說人 就是people on those islands 就是住在台灣澎湖上面的人而已啦 有沒有澎湖 有沒有金門 有沒有馬祖 沒有啊 所以美國的政策非常的確定喔 再來他說 也可以講 是上面的 On Taiwan的 台灣人 authority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樣說的 台灣治理當局啊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在一九七九年的一月一號以前 是被承認為叫做中華民國 他在他的繼任者 所以現在 現在這個馬英九 是不是 是不是台灣治理當局 是啊 他是啊 根據這個台灣關係法 是啊 他是治理當局啊 但是你有發現 他不講台灣的政府呢 他是講一個管理的 Government authority on Taiwan 紅台灣不是off台灣耶 不是屬於台灣的政府耶 所以你有這個台灣關係法 他在定義的一順 美國他就很清楚了 台灣跟中華民國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那這個金門馬祖 林海基線 大家聽一下 來 待會兒我們就讓 我們就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他要這樣為 來 點一下這個畫面看 我們好像常常在新聞當中 有看到我們這個漁船啊 是不是沒有許可啊 所以呢 闖進了什麼什麼的海域 這樣的新聞常常聽到啊 那麼這個海域上面 到底是怎麼樣劃分呢 我們來看看我們自己的領土 包括哪些地方 這個是五天前喔 行政院所公告 修正中華民國領海的基線 結果看到了 在這個這個紅色的這個點點啊 也就是這個虛線的範圍裡面呢 是我們自己的領土 欸奇怪了 另外一條虛線呢 這條是歸於大陸的領土 結果我們看到了馬祖啊 金門啊 怎麼現在都變成了大陸的領土了呢 現在內政部長江一華表示 一年之內會進行二度的修正啊 這個領土要搞清楚 連我們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 都是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出問題 一定要把馬祖跟金門給劃進來 但是這個時候呢 維護台海安全的國防部 跟海巡署卻互相踢鼻球 都說這個不是自己所管轄的範圍 那是誰來管 國防部這個樣子是鄉院啊 報委沒有鄉院 因為所有的海巡 執法的單位 都是海巡署 國防部怎麼會這樣講呢 剛剛講的 不可能啊 這個權責很清楚嘛 國防部會這樣講 國防部推給海巡署 海巡署又推出去 物體貧球的議題 原來是行政院十八號公告修正 中華民國領海極限 只有台棚 釣魚台 東沙和中沙等島嶼 金門馬祖都沒有包含在內 反倒是被對岸的中國大陸 列為內海 藍綠立委都同批 你讓我們的軍人駐守在金門馬祖 有點名不正言不順的樣子 虛虛的感覺嘛 這種東西 國防部當機立斷 非常的嚴正的表明我們的立場 我認為不會得罪中共 因為畢竟這是個台海的現狀 你的馬英九政府 已經放棄金馬的領海基線 人家讓中國不費一兵一卒 就直接取得金馬的海域 這次劃定是由內政部報草案修正 部長江一化以釣魚台可以各自主張 所以化入我國 這和金馬的情形不同 更引來炮轟 中國的政府有沒有把金馬 金馬列為這個領土的這個主張 就我們所知他們是有把它列進去 因為他就在那裡 那釣魚台日本也他也主張啊 中國也主張是它的領土範圍 我們都把它列進去的 為什麼金馬 金馬我們有人住在那裡 那是我們主權所及的範圍 我們要畫金馬的時候 釣魚台可能還沒有人住在那裡 我們要畫金馬跟釣魚台 在考量上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這兩個地方都有爭議 但是爭議的情況又不太一樣 突然修正領海基線範圍 卻依舊沒有將金馬列入 牽動政治敏感神經 江一化趕緊補充 一年內會二度修正 把金馬劃入領海基線的範圍 江一化他說 領土爭議不一樣 那你聽有意思嗎 為什麼 中國民國 在尾台灣的領海基線 他不把金馬馬祖放進來 這樣知道嗎 那根本是不同國家 市民記者會說 我國好像是把台澎金馬當做一國 對不對 這都是混亂 這都是混亂 有這裡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我剛剛講的那些概念 你去分析這個新聞 你就知道誰在說謊 誰在保留不敢說出事實 今天時間到這裡 以上謝謝 謝謝